各位 今天是世界海洋區喔 所以我們今天學校各個年級也有請一些同學來幫我講一下 我們如何去暗露海洋 讓各位同學知道有更具體的方法來保護我們的海洋 那我們現在從一年級開始喔 那現在就讓我們歡迎一年級的代表來幫我們看他們怎麼宣誓要逃過我們的海洋好不好 有活力一點好不好 好 請開始 等一下 因為我想吃他不會開心 來 給我掌聲 小幼塑膠帶環保又健康 再一次喔 小幼塑膠帶環保又健康 小幼塑膠帶環保又健康 好 那你呢 不要把垃圾丟進來 還有沒有 沒有了 沒有了 好 這兩件事情很重要喔 如果我們把垃圾帶丟到海裡 因為一個是小用垃圾袋 一個是不要把垃圾丟到海裡 如果我們把垃圾袋丟到海裡 會有發生什麼事嗎 你覺得塑膠帶在海洋裡面會不會被增結掉 不會喔 所以有些魚群啊 很不小心就吃了塑膠帶在肚子裡 還有寶特拼蓋在肚子裡面 後來現在魚群就死掉了 然後就有人發現 怎麼那麼多魚群死掉 原來是人類害的 因為人類把用了好多塑膠帶 會把不該用的東西丟到海裡 造成海洋的污染 魚群的死亡 那最後受害者會是誰呢 人類喔 好我們謝謝一年級的小小們掌聲 掌聲謝謝他們 謝謝 我們用掌聲歡迎二年級的代表 人為污染 依陸地開發 大量的吐石水與水 由入海中造成 污染的污染 污染的污染 全無可吸收 但是 是一位 叫網站的污染 開發過後 則污染原會見少 大自然叫 好 講完了嗎 2 耳工業污染 耳工業被物被水以大海為氣 到鎖 有毒物質會水 食物殿累積於海洋 魚類類或毒死魚類造成魚類受污染或大量死亡 此污染的影響維持久性的傷害 另外 天海造成垃圾野蠻 還不易的開發 我們正逐漸危害著海洋生物的生存空間與基礎 好 發電了兩點 不知道大家有幫注意聽 等一下主任會問問題 發小禮 好 好 那我們歡迎第二位 台灣海洋魚類面臨之危機 人類大量捕撈海洋魚類 在技術不斷地捕撈下雨 大量捕撈下雨 大海資源已見膚淺 台灣還有些不合遂的遺憾 例如 頂多往生下地的川崇 照平坦的海地區 人們使用船網海補裝魚 家 物色類 獲利很高 許多人用紙白來盒子 由於離脫 像明天一樣 將海底脫平 讓海底力氣變平坦 使魚類 氣力減少 加上一碗打擊 大小不須 造成支援的浪費 也封解 近年來台灣禦破檢查 更無所不用其極的 要面脫網 脫過的海底 不消耗過一般 破壞更大 第一個 保護有價值和便秘滅絕的海油車庫 我們要保護有價值觀 第二個 不排放廢氣物 不然海人破壞生態 好 好 接下來 1.我要當潛水孤到海底潛垃圾 讓海洋生物有一個乾淨的家 2.我要告訴大家 不要大量捧獲引擎 破壞海洋生態 哇 所以他們重點也是有這兩個 他要當潛水孤到海底 讓潛性垃圾 然後第二個 海洋生物 然後第二個是怎樣 對不起 你要告訴大家 大量捧 破魚群 會破壞海洋生態 好 我們謝謝三經濟的代表 謝謝你們 來 選量多 而且容易捧撈的漁獲來吃 不要注意捧撈 那個很難捧況 捧撈的 然後你還要去捧撈它 這樣子 是不是這個意思 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是 058 黃鴻 我現在要分享的是 永續 543 漫步海洋性觀念 根據國外研究 再過40年左右 全球 漁業資源 至2050年 會有90%消失一件 到時候就沒有足夠的魚可以吃了 就是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保護稀有的魚類 怎麼做咱的是五海洋呢 就是 永續海鮮 543 什麼是永續海鮮 543呢 就是 五步陣策 四大方向 三大明瞭 五步陣策 就是 不吃香蠔蕭魚類 不吃大型的宇宙或太小的魚 不吃魚讓 不吃生蠔魚類 也不吃稀有五種 魚已經過度捧撈的人 四大方向 是指 選擇 量多的海鮮 選擇很快轉大 且容易捧撈的海鮮 選擇 秒數的海鮮 或 來臨清除的海鮮 不再好 三大明瞭 是指 所有的海鮮 都是野生動物 海洋資源 已經面臨危機 我們要改變海洋文化 和飲食習慣 才能達到 保護海洋資源能力 以上是我的分享 謝謝大家 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是五年一班潘玉山 今天我要分享 如何在日常生活上 吃海洋針灌 有去經營的方法 首先 我們要經常吃 沒有農藥殘留的食物 少用清潔劑 像是洗衣巾 洗碗巾等等 其次 在江里的布置 最好是以簡單天然為原則 多用生態性的自然材料 並且多搭乘風車等 大眾交通工具 才能夠減少大氣中有害的物質 因為 廢氣或其農藥 和被污水的有害物質 會帶往海洋 使海洋傷重嚴重的污染 另外 不要吃太大或太小吃的雲類 海洋對大家很重要 我們要一起努力來保護它 這樣不將可以讓地球 揮露它為來的美貌 還可以存下我們的零用錢喔 以上是我的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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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